天室 哈囉 各位大師 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受到那個 長宜車業店長邀請說 有一台非常經典的車 叫白同學來拍 沒錯 老實來師 黑天使非常激戰 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這真的是一個王者之作 我在現場看到這個勞斯萊斯 又是兩門的非常漂亮 這個非常漂亮 這個車我在國外有看到四門的 但是第一次國內有這個機會 受這個店長邀請來拍攝 我們把它拍攝的非常詳細給大家看 真的是一台藝術品 這個頭前它黑天使館上鍍鉻耳 這個水箱罩的部分 全部看起來就是像鋼琴烤雞一樣 有夠漂亮 這應該是根車系統或什麼的 它的蜜蜜蜜蜜蜜蜜 非常之漂亮 這個簡單講白龍學在拍車就是 就是用那個低視角 然後很真誠的分享給大家 他這台頭前 他的特色勞斯萊斯 他在開的時候這個旋轉 聽說都是會有一個陀螺椅 就是肯定立場 這個家大地 用要比我們家的蜜蜜蜜更大 然後他輪胎的規格 我們來分享給大家 喔這裡啦 你有路上的時候你才知道 然後他的避震懸吊系統 因為那個什麼 勞斯萊斯 主要他的舒適性有 非常的好 他就是標 那個什麼 標準的測試 我看網路影片 一杯水啦 你怎麼吹怎麼吹 那杯水 英文都是很白 不曉得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可以體驗的話 我們再分享給大家 他這裡 我發現他這個 麥克尼這裡有電 那個什麼 這裡有兒子 來 再繼續喔 然後這個旁邊的部分 這有一個 LOGO的部分 勞斯萊斯 這個地方 不知道會顯示什麼 我也不知道 這就是叫做白通雪石鏡看車 然後他的後視鏡 後視鏡是像這樣 這張車 這張車 有10個買兩萬的人 真的是非常有品位喔 有品位 然後 基本上財力一定要高 這台車我側面給大家看 他說他比較特殊 他的車高 算是很高 不曉得他的軸距是比較長 你看他的前面 一般人家車子是前低後高 他是前高後低 看一下 你仔細看 這個地方 他的輪輔 這裡 大概就 一個拳頭 再過一指 後面的部分 一個拳頭 所以 他的車 他的配重 頭上是看車跳一跳 好 來看一下他後輪的設定 後輪設定是 多少呢 這應該有前後皮 在這裡 285 35 21 21 一吋 然後 全車的外觀 後面來看 非常的修長漂亮 目前來看應該是 深色的 藍色啦 低調中 帶有非常奢華的那種感覺 那一種感覺 他後面 後面 後面 是這樣 非常之漂亮 然後 後面的 角燈 他的煙燈 他連旁邊這個 也是鍍鉻 都是那一種 那一種 用那種暗色 我們去開開啦 我去幫他電腦 電腦就收拾了 來 既然打開了 我們就把他關起來 他的鑰匙就是 長得 非常可愛 這個 一個天使 要開開 剛才不知道是電腦 開開 沒關係 是我在拍車的感受 分享給大家 但是 懸吊系統騎的時候 基本上 只能說 全世界最舒適性的車 好啦 但是這台車是兩門的 來 氣壓室避震器 氣壓室避震器 好 OK喔 來喔 我們要 開始進去他的內部 要來看了喔 很漂亮 好 他的卡鉗 我先來看一下 卡鉗也老實來實 前面是 應該是那個什麼 對臥是大山 後面 好 不要 這是單卡鉗的 好 目前到這樣的話 我們來 再看一下細節 好 他關鍵 這個 雨刷 雨刷的部分 這也是一般的 軟滑的一樣 因為這是 這是屬於耗材的部分 耗材這個部分的話 轉接做 不曉得是什麼的 但是 基本上 讓我知道 塞這種車的 那些東西 人家是不用去煩惱 這樣 雨天感應的部分 然後 他的 引擎室 整個 王者之鋒 把他 這樣拍下來的時候 好像 站而已 中間 他有一個 那個什麼 圓圓館才有一個 用這條裝飾 然後 這邊有一個 摺痕上去 他主要這個地方 摸起來非常漂亮 好 好 白同學 要進去了 這人 店長那種授權 我要拍 我有跟他講說拍到什麼 程度他說 都可以 發動也可以 現在開開 應該是這樣開開的 解鎖 這個 解鎖 解鎖是這個嗎 這個解鎖 開開了 老實來是 他的特色就是 車門是 從另外一個方向開的 因為我覺得車門這樣開 這車是正開的 你知道嗎 因為 你這樣再上車 比較有人體工學 對不對 好 我們先大概 看一下 他這個 他說 他這600 這也是 一種 就是很高檔的選配 我知道 柏林之音 這種我不知道 然後 它裡面的 那個什麼 信鎬機 有沒有 那些電動窗的案件 就非常像 薩克斯風 所以他就是算 車界裡面的藝術品 他這裡面 好像看得不算 整個細節都做得非常的細緻 這塊布蕾 他乾的應該也是一樣會插去 我們來看他 那個什麼 老實來是的一些 防水膠條 他在做 是做的是怎樣 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你白龍學第一次進看這種車 我們要好好的分享一下 然後這個 他這個 四板 他們店長特別跟我講 他說 這個都是客製化選配的 簡單說 他說 每一台老實來是 都長得不一樣 然後 車門看完部分 我們來看這個門房 另外這裡 這也是 一樣 你這樣拍出來 很乾淨俐落 他這個 耳朵這個 做得很用 因為這種車頂的是 一般車界裡面的 已經 房車的部分已經top了 那些 超跑出外 這個 他們本身 他們做外匯車在 選的時候 就是做得非常完美 來 這支火山 老實來斯 他裡面 重點就是 他的雨傘 他說可以 他說可以 這把他扔下去 火山跳出來 所以你看那個 歷史史代錄 他們拍了很多幹片 都是 你這個 大媽 你淋雨了 我雨傘 借你 結果他們去看 老實來斯 對啦 這支火山聽說 好像十萬起跳 裡面還有風乾的 就放進去 非常 貼心的一個設計 這樣 可以有榮幸 來拍這種車 非常開心 然後這個部分的時候 來 我們進去大概看一下 他的椅子 我們先看一下 這有頭模型的沙雕 透氣的 皮 這種車基本上就是什麼 不管座的都吃皮 完全沒得挑了 包括這邊 這有包覆 軟軟的東西 拿它皮的部分 它這裡有 它完全 這應該是可以拆出來 不要拆掉 它這個 一般的椅子 是不是這裡 有一個空間 有可能會有 跑東西進去 但是它全部 這個部分 它都全部把它做到封起來 全富式 然後電動椅 就是這樣子 可以動 這就 椅背 上下 這樣 這個地方它有氣墊 就是上下氣墊都有 它連這個細節 滑溝這邊也做這個套柱 所以說真的 這個王者之鋒 在做真的不一樣 來 然後 後面 它的快晴 在這個地方 快晴 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 它很聰明 快晴的時候 這個還可以這樣動 它那個什麼 店長說 它這個 無線這個符號 它裡面有選配 很多 特殊規格的功能 一夕之間保養學也沒有辦法說 很詳細的陳述給大家 最主要就是說 分享那個感受 給你們看 來 很多車子都 高檔車黑天棚 黑天棚 正常你要配上星光模式 這樣才有讚 你在館長才不會覺得很真 我來看一下 這星光這真真 非常激戰 來我們破例先到後座做一下 來喔 它這個後面 兩門後面做的也比較真 然後我們要進去 坐車 順便分享一下 你若是 有在跟坐朋友 敲或是一些 人家 一些車子 你記得 後面 盡量不要穿牛仔褲 第一啦 白色車人家怕去染色 我們這個褲子是OK的 後面沒有扭扣 才不會去跟人家刮傷 好 我們有精求人家同意我們上來 好 我第一次 林姓當中第一次坐 老師來一次 我真的非常感謝 那個誰 那個店長 給我這個機會 我真的 坐車子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我要更加認真賺錢 整個氣氛 你坐起來之後 你整個思維 完全不一樣 他後面 他這個 他這個是 冷氣出風口 他是做類似像 薩克斯風這樣子 你仔細看喔 我剛剛 他這個造車工 是非常之美 非常漂亮 白龍學在打拼 讓你有臨場感 我沒有辦法講出很專業的東西 但是我絕對能帶給 帶給你臨場感 這是雙區的橫空條 你這個可以去釣 但是他 一邊冷暖氣這邊在釣 這個部分就慢慢研究 這應該是 直覺性好像可以打開 有背這裡 還有後面這個 最主要他的特色 這 這種的 類似也是碳纖維 但是 他是選配的紋路 非常之美 來 後面的置物箱 打開 來 裡面還有兩個充電 好 把它放下去 每一個細節 完全無 這樣 毫無挑剔的地方 非常之精緻 他還製作一個沙角湯 然後後面的 這是閱讀燈的樣子 閱讀燈 做的是一個 一個王者之鋒 好 這是他的新鋼 後面這塊 他剛好可能可以擋 擋 擋 不要擋擋 擋 這好成交 真的沒辦法 他包括他這個 他的腳架也是特殊的碳纖維紋路 有夠好多的 他那隻 做後面的時候 腰靠 架起來 那種感覺非常之讚 好 他的椅子 他就做一個這個 這樣 金金的 好 後面的話 我們順便看一下 好 後面這樣 這沒天堂 因為他這個 兩門的鋪板 有沒有 可以有一個車身長度問題 好 那我們到 那個前座去吧 多久 我們來看看